所以那不是牛奶啦 這個是小米酒啦 牛奶在這裡 對 小米酒 小米酒愛玉 然後還配上了這種粉紅色的柚子 實在是有才耶 吃愛玉喔 我們來到了一個老房子 哥哥 你看這房子有沒有很老 老房子裡面賣愛玉喔 我以前做人家吃兩滴蚵蚵 都去山頂買 你說吃有蚵蚵嗎 不是只有阿里山嗎 沒有啦 以前最早期種愛玉是我們這邊的山上最多 在台東觀山 那時候桃園的商人都來這邊買愛玉 真的喔 買回去到桃園 大家都以為只有阿里山有愛玉 最早期是我們這個東部的山 嗯 好 走 會好耶 唉唷 這麼大聲 比我還大聲 哇 這個建築好漂亮喔 你們說來終於你收到阿里山 好漂亮喔 你一個來的 你一頂 兩千塊叫 你一頂 用家的比較給他 阿里山的桌子乖家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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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這是我們的嗎 這是我們的嗎 不是別人的 你可以抱歉喔是個人的 你看我們好冷漠喔 不是是別人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我的名字都這樣 欸 你們這個也不是榻榻米 這算是這個 沒有 這個以前 這有簡單的就是榻榻米 榻榻米沒有關係 也可以 它的榻榻米一定比較管理師 這是通鋪對不對 人家講的通鋪 這才擲不 哥哥你看 他居然還保留了這種通鋪的空間 最早榻榻榻米放進去 這好像和室這樣擲不擲 這種建築的前身是 人生他是 應該算是宿舍 你看這個窗框多漂亮 你看你看這個窗框 這個窗框現在也很難見 好美 那邊中央山脈有沒有 種在那個地方 蛤 就在那個地方 真是長知識了 我剛才在 那山脈沒有 只有中央山脈上面有愛玉 愛玉就是檸檬啊 還有什麼奇怪 真的很奇怪 你看有沒有看到那個白色的愛玉 有什麼奇怪的口味 你怎麼那麼可愛 愛玉有什麼奇怪的口味 這是愛玉在出露鮮奶裡面搓的愛玉 我以為這是奶酪耶 我剛才想說你做了一個新型奶酪 這是愛玉 這是奶奶裡面搓愛玉 我愛玉專賣 這個咖啡社大家覺得是什麼鬼東西 它是紅茶裡面搓的愛玉 一開始就成功嗎 沒有 但要試很多次 比如說牛奶裡面搓有那麼簡單嗎 一次就成功了 因為我知道它食物的特性去掌握它 然後用完美比例去調配 可以搓出來口感是像布丁一樣 好 你厲害 你好會講話 謝謝 那我們要吃愛玉了嗎 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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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歐麥藤就是 歐麥藤 玫瑰拿鐵 玫瑰拿鐵 哇 好美喔 哥 你拍了 我拍了 好漂亮 我拍 好美喔 這是歐麥藤 可以看到有鳳梨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手洗愛玉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 玫瑰 玫瑰 玫瑰還有牛奶 玫瑰還有牛奶 還有還有還有 這是什麼呢 玫瑰紅茶愛玉 這是愛心 愛心愛心 好可愛喔 愛心愛心 我們很像小孩 愛心 小米酒愛玉 小米酒愛玉 小米酒 這是什麼 沒有開車的可以喝 哇 小米酒愛玉 好可愛喔 因為一般人會錯亂 為什麼你愛玉可以在現在裡面做 是 沒有錯 而且還那麼美那麼白 顛覆大家對愛玉的想像 那上面一細狀紅絲一點一點是愛玉的花杯 真的愛玉才看得到這個東西 真的愛玉才會有 好精彩耶 本來還以為把愛玉的顏色洗掉 你知道會喪失愛玉的價值 可是關鍵是在於口感 對不對 而且他這樣可以讓年輕人多次愛玉啊 而且他這個口感 跟吉利丁 跟吉利梯 跟洋菜 都不一樣 所以口感取勝 麻高了 現在要看看 presentation Thank you